在昨天的比赛中 制作单位针对情侣们设计的残酷赛剧 让他们在第一天就感受比赛的震撼教育 男生过关并不代表女生可以过关 如果男生输的连锅里弄一起走 加油 女人还想上场 我没偏偏偏偏不想一招 所以加油 有这边两家人 对 请一下 你不愿意走 谢谢 谢谢 请站 余翰 安慰一下你以后有 你不愿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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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残忍喔 让人家比不捨合 是在比赛就是要残忍 而今日 女生们发誓要返回一城 面对难题 她们要以精辟的解析 丰富的知识 让场面的男友们刮目相看 下列哪部著作 不是真奥斯汀的作品 一 二 四 都是真奥斯汀的作品 小妇人我记得去美国的 我都有犯罪的 明日丽雅的衣博族人如何求爱 她要先找到她男生的鼻子 才可以就是追求到她 但是这个的话可能比较不可能 就是男生可能要达到以上任务之后呢 才可以把女生取得比较 最聪明的情侶党 女生的逆袭之战即将展开 十位元 倒数四天 欢迎收看金头脑 本周的主题是非常有趣的 谁是最佳情侶党的金头脑 昨天男生压力很大 今天轮到女生 但是我们对女生比较好 昨天淘汰三组 今天只淘汰两组 女生压力也很大 因为昨天男生已经都过关了 所以等于已经一半已经都OK了 所以女生压力 没有啦 情侶本来就是在一起 男的过关 女的也要过关 表示一起聪明 在一起活得才快乐 恭喜大家过关者 今天女生开始 来 来 欢迎各位 第一组三赛者中 王怡婷 许淫媛 黄若涵 她们的男友 在昨日曾落入败部护火灾 而她们是否能为另一半讨回颜面呢 今天女生1到6号了 来 请准备 请出题 铜叶绿素那 与铜叶绿素 是最近新闻最火红的食品添加物 其实我们平常所吃的口香糖内 就有添加铜叶绿素 而干海带 果酱 调味乳 也都有添加铜叶绿素那 请问 铜叶绿素那 与铜叶绿素的说明 何者正确 1 皆允许添加于油品 2 皆为染色用 3 皆属于水溶性 4 接合加热食用 请作答 最近这个新闻炒翻天了 黄若涵你好 瓜哥你好 Jenny你好 昨天你男朋友救回来了 对 你选择3 皆属于水溶性 对 因为我觉得1不可能 因为最近就是吵得沸沸扬扬 就是因为1里面添加了这两样 然后 4 可加热食用 这个我没有听过 所以我是2跟3在选 然后我觉得是3 水溶性 只有你一个人选 3 我记得我那天有看到新闻 它是可以加只是要有说明 然后不能过量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 嗯 对 对 好 可是 基本上如果1OK 对4就 可以的 14是矛盾的 对 它油不加热它油就油干嘛 那浮脸了还是什么 对不对 1成立4就成立 4就成立 它不可能加热就是不追 不能用在油 对 我只觉得1好像不多 然后就其他我用猜的 所以我就猜2 感觉染色比较 就是好像说不是纯橄榄油 所以要加这个 所以让它会绿绿的 那个铜叶绿素 那是水溶性 铜叶绿素是脂溶性 但是是染色用是没错的 因为叶绿素本身那个 萃取出来的话很容易会氧化掉 鲜绿色一下就会变成那个 过没多久就没有鲜绿色 所以那个食品添加物 要为了要让食品看起来 蔬菜面很绿很健康的感觉 所以才要用这两种东西 您是在大同海鼎心上班 好 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 我介绍那么清楚 好像你是从那工厂出来 好 所以你觉得也是染色用的 也是共同2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2 结尾染色用 很期待 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油品问题中 我们常常听到铜叶绿素 与铜叶绿素钠 而一结构不同 铜叶绿素为油溶性 铜叶绿素钠为水溶性 食品添加物 其实这两种都是国际规范 准许使用的食品添加物濁色器 但各国都未准许使用于食用油 因添加铜叶绿素后 进烹调加热 铜离子会加速油脂的氧化 使其产生毒素 因此限制添加入油品中 请出提议 问世间情世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这句诗词 想必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此诗是由今代袁浩问所写的 请问 刚刚的诗词是因为和事 有感而发而创作的 一 梁柱化蝶 二 许仙白蛇仁兽链 三 鸳鸯爱相随 四 燕子迅琴 请作答 其实我是一跟二在选择 但我两个都没有很确定 所以我是两个折一个这样子 黄若涵你选一 梁柱化蝶 因为我记得梁柱是其中一方先过世 然后另外一方就觉得我要追随他去 因为我爱他 然后最后两个人双双变成蝴蝶 所以我觉得刚刚说死生相许应该是一 黄苏涵 我的想法跟他一样 你觉得这种爱情味不味道 好痛苦 我应该要把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一起完成 不要这么一气用事 对 对 你跟你的男朋友怎么认识 大学班队 班队 对 郑玉杰呢 我是先把二跟三删掉 然后一跟四 我觉得应该是一 你会为了男朋友殉情吗 应该没有这个 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好 那你会 如果你男朋友为你殉情呢 我不会让他有这种机会 对 你们怎么认识 就是大学同学 也是班队 对 都是班队 所以在一起感情很久了 好 请公布正确解答 4 燕子讯琪 我们猜也都猜对 黄一婷都说 我都猜的 我都猜的 哪有人猜猜两题都对了 这首词的由来 维京代文学家袁浩问 在考试途中所遇到了歧视 由于猎人涉亡补烟 不得一只 另一只则脱逃 但脱逃的大雁却反投地而死 后来袁浩问 便以此故事做了这首燕秋辞 而这千古文学也传送至今 请出题 请各位在脑中回想 第一次与心爱伴侣接吻的瞬间画面 当你刚坠入情网 脑部会产生猛物 使你兴奋和喜悦的感觉 一 二分安 二 多巴胺 三 安多芬 四 分晚安 请坐塔 通通都是二 通通选二 因为我只听过这一个 所以我是直接猜这一个 是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接吻的 跟男朋友接吻的 是在什么情境之下 是在两情相悦的时候 但是 你是两情相悦 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两情相悦 因为交往后才亲吻 对 是看电影院吗 还是在公园呢 还是在 在 我家 在你家 好大的胆子 你爸爸每天在家 你爸爸 你那时候感觉是 就是很兴奋喜悦 应该没有太多的想法 就是 好不浪漫 好不浪漫 许晕媛 你也是有多巴胺 就是 多巴胺就是 会让脑内感觉 比较快乐的因子 就像吃巧克力的时候 可以抗 那个忧郁的感觉 是一样的 现在还有这个感觉吗 那你记得她 刚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追你的 就 可能开夜车吧 开夜车 就是 半夜 就冲上来 我住的这边 那边 是冲上来住的地方 还是 铺上来 就是开车 就是有点危险 她有时候都会开 超过那个 十数 超速公路的十数 她从屏东去 台中 台中找你 对 半夜了 对 你们的初吻 可能是因为一股她热情 冲上去之后 你觉得好感动 是不是这样 嘉欣 对 因为其实那天 我印象中她 好像心情不是很好 那我为了安慰她吧 那我记得 那时候已经凌晨十五点了 那我就是 那你去那边住哪里 住饭店啊 蛤 你去冲上去住哪里 没有 因为其实 还是清完她就下去了 对 我啊 对啊 清完就回屏东了 对啊 那种稳当然 多巴胺大概 走 可是刚刚问你女朋友 好像现在也不会有多巴胺了 应该她的个性 比较不好意思吧 那你会有吗 多巴胺 现在 我现在还是有啊 还是有 真的吗 你会讲话 好 通通选二多巴胺 对后座 恭喜 当你刚坠入勤枉时 脑部会产生多巴胺 这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 将兴奋及开心的讯息传递 而在男女关系的初期阶段 脑部会受到多巴胺的刺激 而爱情其实就是脑里 产生大量多巴胺作用的结果 第一组经过三道题目的考验后 黄若涵 黄淑君 黎佳杰 以及许云源 四人落入失败区 而晋级的忍当中 王怡婷已满分的成绩晋级 可说是替男友讨回了面子 即将上场的第二组参赛者中 张家平与曲家宜 同样就组应用华语系 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人 想必晋级的压力也就更大了 其实女生今天都很漂亮 对 但是都好害羞 是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在 所以都特别不想要讲话 对 也可能想表现好 但是今天好表现 今天来的就像观众朋友 展现你们的实力 加油 请准备 请出题 日剧 推动了台湾偶像剧的流行 而日剧中 浪漫的剧情和主题曲 也总是扣人心弦 请注意以下日剧主题曲 请问 刚刚听到的歌曲 是下列哪部日剧的主题曲 一 美丽人生 二 一零一次求婚 三 东京爱情故事 四 魔女的条件 请作答 女生都非常浪漫 很喜欢看这种 一看到这个就受不了 好甜美这样 爱情的故事 主题曲一下来 整个人都舒服 就开始哭了 是 湯秦文你好 你好 你男朋友是10号 再来 你好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是大学班队 也是班队 对 那你京东日文吗 请问 不懂 看不看 有看过一些 所以这个是猜的吗 对 101次求婚 他告白几次你才答应 是吗 是你跟他告白的吗 对啊 我跟他告白了 几次 大概 三次 三次 不要一往上加 所以 所以你选择是10一次 这首歌听过了 但是不知道配哪个 连续剧就对了 对 好 三是我有听过另外一首 小田和正的唱的一个主题曲 东京爱情故事 对 然后我记得不是他 所以我选了 所以美丽人生跟魔女的条件排掉了 因为都没有印象 对 对 请公布 正确解答 2 101次求婚 这个剧啊 都有一个经典的代表作 我们来听听看好了 美丽人生的 东京爱情故事 也唤起大家的记忆了 魔女的条件 这首非常的红 对 这戏剧一定要搭配主题才有印象 过去台湾的连续剧也都有 可是后来慢慢的就是 前三十集播了另外一个歌 后五十集播别人的歌 所以它会不电信的 因为大家 因为综艺节目打歌比较少 所以就放在什么偶像剧 连续剧里面 可是因为呢 现在连续剧拍都拍五百期嘛 所以你从那个剧播到后面 有18个人唱过这个歌 所以他不会有记忆 是啊 好 接下来进行一下媒体 请准备 请出题 王伟的杂诗 一 老酒喝完了眉 三 买新衣了眉 四 梅花开了眉 请作答 哇 只有一个人选饿了 柯彦珍 老酒喝完了没 不一定是错的 常常有人是一个人打对 中间错的 来 请解说一下 因为我的想法是就是诗词的 就是古代诗词的那种诗人 他们都是比较喜欢饮酒的 去抒发他们心中的情感 对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个 首诗后面两句是 来日起窗前寒梅卓华尾 所以我选美花 那前面两句 君自故乡来 英知故乡是 把它念完 君自故乡来 英知故乡是 来日起窗前寒梅做花味 好厉害喔 是中文系的 印花系 印花是什么 印用花语 我以为卖那个印花的 对 印花机 我们公司常常跟你要买 没有 硬 那怎么这么厉害 还记得清楚 小时候背过 小时候背过现在有 我还记得还背起来 所以你是属于季酬型的 请公布 正确解答 4 梅花开了眉 王伟 唐朝山水田园派诗人 外号诗佛 而这首杂诗 可以看出王伟见故乡来人 想问故乡境况 却不知从何说起 便以窗前美花 是否已开作为拓问 将千言万语 进化于布言中 请出题 在台湾 为了保障个人安全 法律规定 当受到家暴行为时 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请问 下列何者 不是申请家暴保护令的范围 谁 1 接到打来就挂断了电话 2 被无理由持续性跟踪 3 被嘲弄或辱骂脏话 4 被拿东西丢伤脸 请作答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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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 4 3 4 4 5 5 5 第一次去解決 請公布 正確解答 1 接到打來就掛斷了電話 第二組參賽者的平均實力頗高 其中許家儀與江玉珍 更是以滿分清奇 想非這兩年之後的表現 也更讓人期待了 我本來覺得如果答對一題 不要當她的脫油瓶 我就很開心了 結果就是剛好都有 都是剛好出到自己 我也挺開心的 她一直說她很緊張 結果她閃進拳隊比我還厲害 就是有點不給我面子 最後一組的參賽者 在經過這兩天的觀摩後 想必能適應比賽的節奏 而他們能否展現更出色的知識呢 朱家靖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有外國血統嗎 沒有 輪廓好深 從小都是大家都這樣講 就像原住民 對 所以我不能 所以你是原住民嗎 不是 你又不是原住民 不是有混血 你輪廓怎麼那麼深 不知道 對 你跟男朋友現在在做什麼 就在一起開店 在居酒 就是在東區 園基街那邊 居酒屋 居酒屋 對 16號呢 開店就來 難得來就好好介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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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店誰在看 有另外一個股東一起 如果在一起經營生意 會不會發生狗角 有啊 會啊 會嘛 對啊 看膩了 所以今天是為我們節目再次結合了 對 然後回去又分開了 蔡婉妮 妳男朋友怎麼跟妳告白 我跟她告白 妳 那妳就沒證據了 妳這樣 就因為我們高中 就是玩社團認識的 然後就覺得 我是感覺對她一見鍾情 就開始 哇 那她是情人眼裡出席師囉 呃 應該是吧 21號 2號 她給妳告白啊 人家說啊 男追女隔從三 女追男隔成三 對啊 就是 應該算是被她截除線燈吧 被她截除線燈 對啊 就是 本來的步驟被她打亂 然後就在一起了 妳現在好像滿安悅的 這段感情不好嗎 沒有沒有 很好很好啊 交往多久 4年多快5年了吧 妳這個女生突然主動跟妳講 妳會不會嚇一跳 當下是 腦袋的片紅白 是 後來她是強吻妳嗎 好像沒有吧 那妳們怎麼樣 就 高中的時候 我們都在玩社團嘛 然後就是她 那時候社團跟家裡 就是有點摩擦 然後後來就是 什麼社團啊 康復 康復社 那怎麼會跟家裡有摩擦 有摩擦 因為康復社活動很多 就是跟家裡就會比較少聯絡 不是 少回家 對 少回家 然後 家裡就希望她早點回家 不要在外面逗留那麼久 是 然後 他們家裡就不支持她玩社團了 然後後來她決定說 就是以家裡為重 然後 沒有要玩社團 就是那一段時間她就是 心情非常低落 然後有一次 我們一起搭車回家的時候吧 她 就突然情緒崩潰 妳就親上去了 也 沒有那麼快 就是她就是講了一些 等她眼淚擦乾才親上去了 算 算 還是那些很浪漫的幫她親 對啊 不是 那個時候都會有一股衝衝 覺得要很疼惜她 對啊 再親上去她不得了了 好不好 妳一定要補這一句嗎 對 好啦 OK 歡迎六位了 請準備 請出題 世界各地小數民族 求愛的方式都不一樣 非洲 明日莉雅的依婆族 有一種特殊的求愛方式 請問 明日莉雅的依婆族人 如何求愛 一 女生咬男生的鼻子 二 男生用石頭丟女生 三 男生用草劍射女生 四 男生求愛前 先遭女生家人棒打 請坐塔 一般人二 三都會踢掉吧 男生用石頭丟女生 還沒求愛那個女生 已經活潑血流了 男生用草劍射女生 把她射死再說 對 所以應該二 三都會去掉 所以一四的占大多數 但是還是會有人選三 詠惠妳心裡在想什麼 妳希望男生用劍來射妳嗎 就是很好 我是想說 就是可能會覺得 就是像邱比特那樣子吧 對 可是不一定要射中 我覺得 我知道 那個劍 那個劍就像我們小孩子玩 前面是吸住玻璃的那個 對 對 愛神的劍 然後拿起來的時候 她有一紅紅的圈圈在妳的頭上 所以她是覺得像愛神一樣 OK 我印象中好像在電視上有看過 像這種一 就是女生要男生鼻子 對 是很多人 男生求愛前 先遭女生家人棒打 棒打 所以就是男生要去女生的家 然後被打 對 她家裡就開始打 打可能輕打不是重打 對 就看看她是不是go man嗎 對 可能禁得禁不住打 您會 您會騎上 來 請 你好 就我覺得 因為我是不知道這一題 可是我覺得這個感覺 比較合理 因為感覺好像 男生要把女生帶走 就應該要被打一下之類的 打可能就是模式上打 不是真的打得頭部血流 對 李雲你好 你好 我先用刪去法 就是刪掉二跟三 因為這樣會傷害到女生 那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一要女生要咬男生的鼻子 感覺好像不太可能 就是距離感覺比較遠 就是 除非是兩情相遠 這樣女生咬男生的鼻子 感覺是女生去追求男生 所以她要先咬到那男生的鼻子 才可以就是追求到她 但是這個的話可能比較不可能 是 所以女生的能力 那再來的話是 就是男生可能要達到一項任務之後 才可以把女生娶回家 她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說女生去咬男生 這個好像是 反而男生占了便宜的感覺 那男生用石頭丟女生 對女生不夠溫柔 男生用草間射女生更不溫柔 更不溫柔 所以她覺得男生求愛有誠意 要接受我們家人考驗 先棒打一頓 所以這個比較合理 而且如果她是比較傳統的文化 其實女生要咬男生的鼻子 其實你的距離要很近耶 非常近 那個反而是不保守 因為你要這麼近才能搞得到 除非女生也把假牙拿出來 那種男生大概跑了 那是 對 是好像印度也有類似的 比如說女方的家庭 會把男生的家裡的鞋子奪起來 然後她要去找找找 然後給錢下來 可以把你的鞋子拿回來 也是類似這樣子 所以是也真的滿有可能的 在台灣很多婚禮也是一樣 去結婚當天 好像男女 男生到女方家 一定要先通過很多關卡考驗 對 可是這個東西會不會很出冷門呢 因為她畢竟是一個部落族人 所以她的風俗到底 這一定跟他們祖靈或什麼 風俗習慣有關 那搞不好真的是丟石頭 尼日利亞在哪裡 非洲的 好 請公布正確解答 4 男生求愛前 先遭女生家人棒打 雖然聽起來匪夷所思 但其實 這四種求愛方式 的確是存在的 在特羅布里恩群島的少女 看中男生 會朝她鼻子上蒙咬一口 男方如果同意 便向女方聞笑 如果不中意 可向女方索取禮結備 而在南美洲厄瓜多 耳哥羅社的印第安男人 會向戀人指食表示求愛 除了頭部 石頭擊中女生身體的部位越高 越顯示愛的聲透 在非洲 基拉哈利亞的波旭曼男人 會用小弓配上草桿做的小箭 射近喜歡的女孩手背 女孩若將箭拔出折斷 則表示追求失敗 而在非洲 尼日利亞的衣博仍認為 當有男人向女兒求婚時 只有經得起棒打的男人 才有資格當女婿 以上四種求愛方式 是不是很新奇呢 所以女生 所以女生還沒有什麼 可以太多選擇 如果不滿意這男生 就拔出來 下一次又射又折斷 下一次又折斷 所以已經射了16 像妳這種 我們這麼會挑 大概16隻箭在身上 真的 我想說就是那時候 在那個部落裡面的 漂亮的女生 真的很痛苦 沒辦法 就是一直被射 對 有的長得安全 為什麼叫安全 妳就永遠沒人射 她自己還拿 自己還拿劍桌 好 下面一題請準備 請出題 曾奧斯汀被譽為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小說家之一 她的作品常常被改編成電影 也深深影響了許多女性對於婚姻與愛情的觀念 請問 下列哪部著作不是真奧斯汀的作品 一 傲慢與偏見 二 理性與感性 三 小婦人 四 愛馬姑娘 請作答 一 二 三 四沒人選 愛馬姑娘沒人選 國小的時候讀過一這本書 可是因為太久了有點忘記 可是因為一 二的感覺名字很像 所以不會寫傲慢與偏見跟寫理性跟感性 對 我覺得性質好像不太一樣吧 對 然後其他三個性質感覺比較像 她的意思說一同一個作者不會寫出傲慢跟偏見 理性跟感性這種東西 她不會重疊就對了 一 二 四都是曾奧斯汀的作品 小婦人我記得是美國的 我都有看過 可是不太記得很小的時候 請公布正確解答 三 小婦人 恭喜 傲慢與偏見 理性與感性 愛馬姑娘 皆出自於文學家 真奧斯汀的作品 她的作品被翻牌成許多電影 協作風格 影響了女性對於愛情 家庭的觀念 而2013年 英國央行更宣布將在英鎊上 印上真奧斯汀的肖像 以證明她在文壇中的地位 路易莎梅奧爾科特 為19世紀美國小說家 最著名的作品是小婦人 而這部小說 是以奧爾科特的童年經歷 為基礎所創作的 下面題請準備 請出題 許多經典愛情電影裡 男女主角生離死別的畫面 讓不少影迷流下眼淚 請問 下列哪個故事 男主角在電影當中沒有死去 1.羅米歐與朱莉葉 2.鐵達尼號 3.第六感生死戀 4.羅馬駕齊 請作答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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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4.3.4.3.3.10. 還有人選1喔 那選擇是李芸來 羅馬駕齊 看過嗎 基本上就是我只有看過鐵達尼號而已 那我知道羅密歐與朱烈 那那個羅密歐死掉了嘛 那鐵達尼號就是那個男主角死了 對 然後女主角出來講故事 那第三的話我沒有看過 但是顧名是一生死戀 那大概男主角死掉吧 對 那第四的話我沒有看過 感覺假期它應該是歡樂的影片 男主角應該沒有死掉 所以我就選死 這個第二感真是挺滿經典的 各位可以看一看 有時候老片也滿好看的 會比現在的故事更好 現在幾乎很多電影沒什麼故事 因為越拍越拍都沒有什麼劇情 在重複同一個故事 對 這故事還滿經典的 那是羅密歐和朱烈 那個不是世界最有名的 那個悲慘的浪漫故事 你不要再講 下次你去人家店 你人家挖鼻屎給你做 請公布正確解答 這部經典的浪漫電影《羅馬嫁棋》 由葛雷克萊蒂克與澳大利赫本主演 電影敘述公主與美國記者之間 在羅馬發生的愛情故事 而熟悉這部電影的人 當然也會知道 其實男女主角並沒有死去喔 第一階段的分組金分賽 解除後總計有六人 不幸落入失敗區 而最終只有四人能順利控關 背負著男友期待的他們 是否能拿出更好的表現呢 有六位女生呢 在失敗區啦 接下來呢 我們要淘汰的是兩位 也等於說六位要就四位回來 請準備 請出題 請注意以下著名景點 請問 這個情侶很喜歡去的地方 在哪裡 黃若涵 澎湖 澎湖選項都沒出來 澎湖對或錯 好 若涵來講一下 這是澎湖哪裡 澎湖哪裡 我還沒去過 他還沒帶我去過 你還沒去 那你不知道澎湖 因為這個圖片很有名 我之前有介紹這個圖片 給我外國的朋友 他們都說很想要來 那個是不是有 以前過去養魚的 海水沖進來 退潮的時候魚就走不掉 又會卡住 那個名字叫什麼 石戶嘛 石戶好像新竹也有 我們有去採用過 但是這個澎湖我還沒去過 很漂亮 養活不少人 以前靠這個 因為他漲潮的時候 魚 蝦都進來 他退潮的時候 這天退不去 所以變自然 他們就在那邊捕魚 然後整個區 他們的都會一起分享 裡面的一些的魚 就靠這個賣 養小孩子去念大學 念書 恭喜 恭喜 這一組都是崇拜不能救回來的 廖柏銘 這一對鴛鴦你看看 從昨天男生救回來 今天就來 來 親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好高興 對 好高興 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也很高興 可是這個每一組都高興 我們節目做不完 總要兩組很難過離開 大家加油了 請準備 請出題 伊底帕斯情節 是精神分析的專業用語 源自於希臘悲劇的傳奇故事 請問 伊底帕斯情節又稱為什麼 劍母情節 怎麼可能 劍母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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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都沒有 我本來剛剛想說 許瑞瑞瑞可不可以離開 對 而且一直在看男朋友 對 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是 我相信男朋友那麼愛她 一定有她優秀的地方 姿態妹 完全表現出來 劍母情節 對話說 劍母情節 對話說 等一下 妳怎麼知道 許瑞瑞瑞 怎麼知道這個 我有學過心理學 它裡面是一個伊底帕斯的那個 國王他去愛上自己的母親 所以伊底帕斯是一個國王 她好像是男主角 然後殺死自己的爸爸 就為了媽媽 沒有 是一個意外 就是在打仗的時候 就殺了她的爸爸 但是那個時候不知道她 不知道她是她爸爸 可是她又愛上那個女的 對 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世嘛 對 這叫伊底帕斯情節 EDIPUS 想不到許瑞瑞 竟能如此迅速地選出正確答案 而Gene補充的也很詳細 伊底帕斯情節 又稱劍母情節 為著名心理學家 佛洛伊德所提出 原名取自於希臘 佐福克里斯的名作 伊底帕斯王中 煉母殺父的故事 而佛洛伊德 將此情節 看作是信心理發展 與啟蒙的一種形態 藉此指出 人性押育慾望的必要 厲害了 所以她是完全了解的 請準備 請出題 請出題 對 不屬於西區球隊 1 紐約尼克隊 2 洛杉磯湖人隊 好 朱家靜 2 對或錯 沒聽完選項的黃淑菌 1 1 對 紐約尼克 對 因為紐約在美國的 東岸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應該在東邊 應該不是西區 對 等一下我想東區有沒有 打西區球隊 應該這樣 紐約尼克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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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個 像什麼賽爾提克的 像這個 賽爾提克 對 騎士隊也是東區的 克里夫蘭騎士 反正就是分 東西 對 東西 那湖 加州湖人是在西邊 對不對 聖南農尼亞馬次 也是西區 火箭也是西區 小牛 德州有兩個球隊 火箭還有小牛 也都是西區的球隊 對 那個比較難一點 因為德州是在正中間 正中央 所以她幾乎都是西區的球隊 再靠東邊 全部是東邊的球隊 好 黃淑君 所以妳不是籃球迷 只是猜地理位置 對 喜不喜歡籃球 還好耶 我都那個看棒球 看棒球 對 因為我男朋友他之前是 系雷的 雷球跟棒球是 對 來 恭喜妳 謝謝 來 請上 謝謝 所以 朱家靜只知道湖人隊 對不對 對 好 三位 再就一位回來了 其他的家屬應該很緊張 請準備 請出題 加拿大 哈德遜灣西岸 以及丘吉爾港 是北極熊遷徙的必經路線 由於當地熊比人多 小鎮居民擔心遭到北極熊攻擊 而做了某件事 請問 小鎮居民因為害怕北極熊攻擊 而做了下列哪件事 1 居民穿上擁有熊氣味的服飾 2 遷徙季節 居民族出戶 3 設立北極熊監獄 4 1 16號 朱家靜 我猜1 猜1 猜1 對後座 你家幾 猜3 3 監獄 對 對後座 這兩天的新聞嘛 在加拿大丘吉爾港 應會除北極熊遷徙無限 每年10月到11月 原有一千隻北極熊出沒歷史 會防止北極熊傷人 當地政府將舊飛機倉庫 改裝成北極熊監獄 而被監禁的北極熊 在30天後 只要行為良好 就可過世 並送到野外放生 彥珍來參賽感應 今天真的很高興可以來參加 因為我一直真的就很喜歡看鏡頭腦 對 那比較辛苦的是她 因為她就是被我找來跟我一起參加 那也很謝謝她讓我有上台的機會 是 剛剛那一題妳好像也按了嘛 對 按完對不對 嗯 按比較完 彤靖遠呢 就希望 因為她很喜歡看這個節目 非常愛看 我希望還有機會的話她還可以在來參加 對 這一組是第一天就親過了嘛 對 所以不用再表演 好 我們歡送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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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失望我 沒想到竟然是敗在我這邊 那 能繼續參賽真的是感到有點 依依不捨 不想離開 那沒關係 下次如果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夫妻檔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再來參加的 謝謝 加油 我下次再陪妳拿 好 朱佳靖參賽感言 謝謝妳這麼忙還參加我們的節目 這 答得出很可惜 因為她答對三題 然後覺得自己 就是這方面還沒有 就這邊這幾題還沒有很了解 對 那很高興還是她這次的節目 對 張儉妳剛剛知道嗎那個題目 她的題目妳都會吧 磨磨咚咚咚 琛磨咚咚 籃球應該知道吧 籃球 對 柳黑 對 北極雄這裡是這一個新聞 對 新聞 你知道ROMEO & JULIET嗎 真的 對 謝謝妳們這麼忙參賽 可是妳們真的是情侶嗎 怎麼證明呢 真的 真的是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就你們聲音形容 謝謝 還放任何歌 好 今天只淘汰兩組了 所以這兩天總共淘汰了五組 也去掉了十位 恭喜三十二位過關者 金頭老闆見 在今天可以看到女生們 為了親愛的男友拿出了最佳表現 而明天將會是更刺激的 想打淘汰賽 剛剛真的太緊張了 剛剛那題目這麼簡單 你竟然沒有趕快按 好險之後你有想到 依照第一位的去按 其實對男生來講 這題目真的很簡單 那明天我們要繼續加油 我們要朝十萬元快記 加油 Yeah